大家好,我是小七 今天是从湖北老家来深圳的第一天上班 店铺的卫生现在全部搞干净了 来到店里感觉很亲切了 搞完卫生,早上吃一份肠粉 好久没吃这个肠粉了 这次是我回家来上班的第一天跟大家开个会 我们走之前,我跟大家说这个月的议题目标七万 但是到昨天做了三万,目标真的叫惨不忍重 差的太远了 刚刚吃完中午饭了,现在路上有两个在洗头 一楼有一个也在洗 今天来店铺上班,觉得声音明显的比我回去的时候要差了很多 早上的时候,我这条街的门口还在下雨 下午这会儿的话就没有下雨了 到了我们吃饭时间了 现在一楼一个顾客都没有 我们晚上的盒饭已经送过来了 七点半,里面有三个顾客在洗头 大家看一下 现在一楼的话没有人 二楼的话有几个顾客在忙 觉得今天一天的话就淡淡续续的在来人 外面的话,行人这一会儿也不是特别多,比较少 可能说还有的在上班加班吧 好,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已经十点钟了 走一下今天干了多少张单 一张,两张,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 一看九月份,惨不忍懂 二十天做了三万块钱左右 所以说今天中午赶紧给伙伴开会 加油打气 回家之前,定的目标是七万 但是的话,我今天来看了一下 我们二十天做了三万块钱的业绩 离目标真的差的太远了 感觉声音还是非常不错的 刚刚说了,做了三十一个顾客 楼上还有一个顾客 在上面销汇还没有下来 加了一下业绩,看了一下收款 今天应该有一千三百块钱左右 还是比较理想的 之前我回去的那十天左右 最差的一天做两百多块钱 三百块钱 每天员工在上面睡觉 吃饭,下班 完全都没事做 但是来的时候 我问我那个护店长 还有店里的伙伴 说深圳这段时间天天就下雨 所以说导致声音不是很好 所以说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十天 那我们就要累起袖子努力干 因为马上进入月底了嘛 希望声音能追回来 如果说这个月 要是月底声音再不好起来 这个月做不到四万块钱左右 那这个月铁钉钉的要亏 至少在一万块钱左右 刚买了新车压力又比较大 一下子导致电力又开始严重亏损 原计划九月份应该是非常理想的 被一个网友说中了 九月份可能就是最差的 所以说九月份真的不理想 不管怎么样 但是我希望月底还有十天 因为还要过节 看这十天声音怎么样 后期我再给大家分享 迟息给大家更新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小七 好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